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 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在我们把神经网络的层数变多以后 也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深层的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在训练中的一些困难 其中一个我们刚才上一节课谈到 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叫vanishing gradient的问题 什么叫vanishing gradient呢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进行神经网络层数比较多的时候 它不同层之间它呈现出一种现象 就是越往外越靠近输出层 它学习的速率比较高 我们接近输入层越往回每一层之间 它的速率都会变得慢很多很多 而且我们跟大家推的公式 为什么到这种现象 大家还记得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对cost function 对以b求偏导 也就是说它等于这样一个表达式 上节课我们跟大家推过 那么如果对b3呢 达到这一部分表达式 我们看到就是说 它们这一部分是共同的 那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们俩差了这么多 就要乘两个小于四分之一的数 是吧 证明就是隔了两层之间 它们的这个学习率差别非常非常大 有时候会达到 近日100倍 是吧 就是上次我们跟大家看的这个例子 那么我们直接来讨论一下 如何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也就是说好 我们假设 那无非我们这个造成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无非就是w 这个每一个权重是吧 它比较小 它最反正最大是1嘛 就是大部分都小于1是吧 因为我们当时初始化的时候 是从这个正态分布 均值为0 方差为1的这样一个分布中随机抽取的 那就是说大部分都在f1和1之间 是吧 然后呢 这个sigma function 它的导数呢 我们又知道 我们上次跟大家推了 是吧 它这个呢 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它最大的值就是这个四分之一 是吧 所以呢 最可能大的 最大的可能值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它们两一层当然很小 那如果有多个多层累积起来呢 就更小 那么我们想办法修正 那我们怎么修正呢 无非是两种方法 是吧 一个就是权重 因为要不然就权重太小了 或者是我们这个sigma function 它比较小 是吧 那我们无非想出来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像是初始化 比较大的权重 是吧 我们假设啊 我们不从这个正态分布01之间初始化 我们以别的这个函数 或者我们干脆就让所有的这个w 初始化等于100 好吧 我们这样不是可以变大一些吗 那么我们就让w1 w2 w3 w4 初始的这个权重 都等于100 是吧 这样我们乘起来 就感觉可以变大一些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说 我们初始化这个bias 因为我们这个z 其实指的是 它的方程不是等于这个 加全球和吗 那我们初始化bias 假如想 找到一个b 使这个值不要太小 是吧 这个偏导数 使这个导数不要太小 那么 不要它再小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让它等于最可能大的值 我们上学课看过这个sigma function 它的导数是吧 它的导数的这个图像 它最高的峰值是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当这个z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sigma function 它的导数等于四分之一 那我们就想方设法 让这个z等于0是吧 让z等于0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是吧 这个z不是等于wx加b吗 那么也就是说 为了让这个sigma 它的这个sigma的函数 它的导数最大呢 也就是让它等于四分之一 我们可以调节b是吧 让z等于0 那么我们无非就是让b1等于-100乘以a0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z1等于这个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设定让这个w是吧 等于100 也就是100乘以一个输入值a0 是吧 那我们再加上b 我们如果想让这个结果等于0呢 那我们就让b等于-100乘以a0是吧 刚好等于抵消了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就让这个b等于-100是吧 等于-100呢 它有个问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一下 它们相乘的结果呢 是什么 是等于说是w是100是吧 然后这个呢 它是100 它这个z1它等于四分之一 那么那这个100乘以四分之一呢 就等于25 所以呢 反而造成一个效果就是说 我们不是以前四分之一的 但是我们得到25 也就是说 我们 这个值变成25了 每一个值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第三层的学习率 传递到第二层的时候 第二层的学习率反而比第三层要大 是它的25倍 然后第一层的学习率是第二层的25倍 那我们想一下 第一层的学习率是第三层的多少倍呢 是不是25乘以25 625倍 也就是说 我们修正了之前的这个越来越小 从外层到内层越来越小的这个vanishing problem 这个vanishing gradient problem 但是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越来越大 是吧 我们反而内层比外层的这个学习率要大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另外一种一种这个问题又出现了 我们把它叫做exploding gradient problem 就是爆炸性的增长 所以要么是太小 要么是差的太大 所以这两种东西它其实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修正的 为什么呢 是从说从根本上来讲 它不是一个说是我们是vanishing 还是说exploding的这样一个问题 而是指它后面层的梯度 是前面层的累积的成绩 就是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吧 它们两层之间的这个差别是在于这几个数连乘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几个数呢 只要不等于1左右的数 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它连乘起来的话 这个结果就非常大或者非常小 那么所以神经网络非常不稳定 是吧 唯一可能的情况就是说 上面连乘的积刚好平衡起来 刚好大于或者等于1 这种几率非常小 所以呢 这其实是一个不稳定的梯度问题 就是说我们用梯度算法来解决神经网络的话 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好 所以呢 就是说在通常我们如果有很多层之后呢 每层神经网络都会以不同的非常不同的速率来学习 那么这个普遍性存在以后 我们要解决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需要这个w和这个sigma function它的导数 它们的成绩绝对只要大于1 但是我们刚才也是了 我们如果给它复制很大的话呢 给w复制比较大呢 问题就是说 这个sigma 我们看到这个w在这儿是吧 但是sigma它的zj 它的就是给zj函数 给zj做这个sigma function zj它本来的值是取决于wx加b的吧 它也是取决于w的 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如果w很大的话呢 那么这个sigma function它的导数 里面因为有这个w 所以呢我们就反而让它变得很小了 所以我们同时让w大的时候呢 还得注意不能让这个sigma括号加全求和以后 加b给它求这个sigma的函数的导数变小 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它是一个限制 就我们一方面想让w更大 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没有想要sigma导数 整个这个数接近于四分之一 尽可能要大 但是呢如果w一旦大的话呢 我们乘起来如果a和b的值不是很特殊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得到这个sigma的导数非常小 是吧 所以呢这种平衡很难达到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除非呢有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输入的x 都在一个非常小的区间内 这样的话有可能可以达到这种平衡 但是非常非常少 而且我们想一下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其实它只是一个 就是说每层只有一个神经元 它是最简单的一种模型 是吧那通常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中的神经网络 往往是这种情况 是吧 它每一层有很多很多神经元 成百上千的神经元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这个vanishing point的problem 它同时会存在 之前我们的公式是一个 以这个最简单的模型推出来的 那在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每一层多于一个神经元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 在第L层的这个gradient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总共有大写L层 在D小写L层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这个gradient 它等于什么呢 我们其实就等于 我们把之前的公式以这个单个数字的形式 以单个数字的形式 我们改写成了一个矩阵和这个向量的形式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Z嘛 那现在就是它L层 它它是一个向量 我们之前的是这个W呢 它是一个像一个单个的数 我们现在就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 是吧 只不过说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公式稍微修改一下 把它变成一个矩阵和向量的成绩 但它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矩阵和向量表示之后和之前是相似的 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 只要是sigma的函数的神经网络 它都会造成gradient更新的时候极其不稳定 是吧 它每一个值这个乘起来非常小 然后我们造成不同的层数之间 它的学习率差别非常非常大 也就是要么是vanishing或者是exploding的问题 好 我们稍微带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 我们首先再提一两个别的神经训练神经网络中的难点 比如说呢 后来在很多学者还提出了很多 在训练这个深层神经网络中 遇到的一些难点 比如在2010年的时候 这个Benjio他们发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说 这个sigma的函数造成输出层的activation的稀释 它这个activation啊 它大部分都饱和了 成零了 并且建议了一些别的activation的函数啊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读一下他们的文章 那么在13年呢 又有一篇Hinton等人的一篇文章 他们说这个随机出使权重和偏向持啊 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 来改进这个初始偏向和权重的方法 所以也都是为了克服神经网络中的一些 训练中的一些难点 好 那我们综上所述呢 其实这个训练深度神经网络中啊 会存在很多方面的难点 本节课我们重点讲的是 这个神经网络的不稳定性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方面 可以它给它带来困难 比如说我们这个activation方程的选择 我们初始化权重和偏向的方法 我们具体在神经网络中如何更新 用哪种方程更新 我们的hyperparameter的调整 这些它都会形成一些难点 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改进啊 所以这些目的其实都是 这些解决这些方面的难点 其实都是当前学术界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啊 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在谈的这个 vanishing gradient的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大部分时间 我们用的都是这个sigmoid的这个function 是吧 在层和层之间更新的时候 我们都是根据这个 先有一个加线求和 然后我们再用sigmoid的这个函数 来进行转换到下一层 然后上上一节课 我们跟大家介绍有 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别的这个函数啊 可以代替这个sigmoid的函数 来进行更新 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tankunit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tankfunction 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叫 rectified linear unit 我们当时说 它其实就是可以用这个max的函数来解决 就是说fx的值 就等于max取0和x之间哪个大就取哪个 它的原始方程其实是这样的 叫rectified linear unit 我们看到是从1到无穷 我们对i等于1到无穷的时候 我们来应用这个sigmoid的function 就是x减去i再加0.5 它约等于就等于这个 1加上1的x这方去log 然后呢我们就把 前面这一步呢 这个本来是叫做stepped sigmoid 它是个分布的sigmoid 那么另外这个log 我们约等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表达式叫做soft plus function 然后这个soft plus function呢 它可以以一种更简单的function来模拟它 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max function 就是说两个值之间取最大值 0和传入的这个变量 就是这个x加上x加上从这个正态分布里面来的一个随机的就是标准正态分布 以均值是0 然后方差为1的这个正态分布加了一个小数是吧 它两之间取最大值就行了 所以呢这个max函数呢 我们把它也叫做这个rectified linear func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0和传入的这个x 它们俩谁大就取谁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这三种函数它的图像 一个是我们指的是这个log 1加上1的x的方是吧 叫做soft plus function 它的图像 和我们这最简单一种图像就是max 我们叫rectified linear function 也就是说我们0和x之间取最大值就行了 那换句话说就是x小于0的时候就等于0吧 这个函数值 x大于0的时候这个函数值就等于x是吧 还有种function就是我们的sigmoid function 我们来看它们的图像分别是呈现一个什么样子啊 我们这个图像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们画的这个y值会 范围比较大一些到12位置 那么我们最熟悉的之前用的这个绿线表示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原始的sigmoid function呢 我们记得它是在这个值域是在这个0和1之间的是吧 我们刚好穿过这个0.5和0和0.5这个点是吧 我们看到它一直是在这个1以下的 01之间的一个值是吧 这是sigmoid function它的形状 然后呢我们这个蓝色的取max呢 叫这个rectified linear function呢 它是也很好理解 因为它其实就是取最大值0和x之间最大值 那也就是说到x小于0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一直等于0 当x大于0的时候呢 就是等于说是y 就是函数值就等于x 那就是一条45度的直线是吧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soft plus函数 它跟这个max函数类似是吧 但是它们前面的这个这个方程它有一定的曲度 后面的话也是一直类似于等于这个max函数 那我们通过这个函数的图像给大家想说明什么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vanishing gradient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 我们对比这个图像以后我们发现这个sigmoid 它和这个linear rectified function 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sigmoid的函数 我们看到它的值域是在01之间的是吧 但是那个这个linear rectified function 它的值域是可以一直增大是吧 我们看到它从这个0一直可以增大到正无穷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函数值域是在0到正无穷之间的 所以呢sigmoid function它比较方便 是我们用来可以描述概率是吧 因为概率的定义是在01之间的 那么这个linear rectified function 它是用来实数来描述比较好是吧 但是呢sigmoid function它的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的这个导数我们之前看过吧 它是呈现这样一个样子 一个在0的时候最大值是四分之一 就是我如果我们对这个 滤线球导数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子 就最高值只能是四分之一是吧 然后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当输入值如果是很大或很小的时候 它这个本身它都会减小或者消失是吧 因为它的值最大只能是四分之一 但是呢我们这个 requified linear rectified function 这个函数它有个好的性质 就是说我们想一下 因为它在0以上它是一条直线对不对 那么我们对这条直线给它求导数的话 它是个常数是吧 它以这等于1 因为它是个直线嘛 我们求导数的话 它是个常数 也就是说 它在x小于0的时候 它给它求导数以后 它等于0 那我们在它等于1的时候 在它大于x大于0的时候 我们求导数 它导数永远等于1 这就是一个好的性质 因为它不会说因为x增大或者减小 而变成0 是吧 或者消失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所以我们在可以在这个神经网络中 用这个requified linear unit 来代替这个sigmoid这种方程 那么它就会减轻 甚至不会产生这个vanishing gradient的问题 好的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解决 vanishing gradient问题的方法 并且我们详细了解了一下这个requified linear unit 这种函数比sigmoid函数比较起来的好处在哪里 好 那这节课内容就在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